近日,长江口二号古船正式启动考古视觉 标志着这艘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体量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迈向新阶段 分存150多年的时间胶囊将逐步浮出历史水面 10月10日,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视觉现场 当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 古船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翟杨 清理出沉船表面的第一产淤泥 忍不住感慨称终于可以发掘了 此时,距离他与团队一起发现此船的踪迹 已经过去9年了 我们中间也经历过临时的保护舱 然后又考古站 然后现在又有可开合的舱等等 那么实际上古船出水以后 我们是做了很多的应急保护的措施 那么现在终于就整个的保护 还有考古条件基本上已经完备了 不然今后的话就是这个尽快发掘 全民保护这个原则 加快我们的发掘速度和保护的力度 走进考古视觉现场 记者在古船南端的发掘区看到了四个探方 据了解,此次探方的选取基于三方面的考量 一是在船的端头发掘 可以观察到更多船体信息 通过船型线判断船型 二是从端头开始发掘 便于船体构建按顺序编号 三次船端的结构更有利于对船体进行支撑加固 视觉阶段 剁叶是考古学家们最期待发现的文物 以证实古船的舌尾方位及船型 我们只发现了上面部分 舵杆的上面部分 中间舌掉了 如果发现舵叶的话 我们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可以再次确认一下船首和船尾 第二个就是来通过它判断一下船型 因为我们一直说它初步判定它是杀船 那是根据我们底的碳膜偏平来判断的 但是舵叶的形状也是判断 是不是查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目前长江口二号谷船出土的700余件文物 主要来自考古团队在水下考古调查阶段 对谷船四个舱室的小范围清理 据透露 谷船已探明有31个舱室 本次视觉的面积约为全部发掘面积的五分之一 与此同时 长江口二号谷船考古工作站配置的 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考古系统 正为此处的考古发掘工作保驾护航 我们想通过对他长江口二号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研究 通过这艘船的航行的轨迹 贸易户的轨迹来探讨上海 作为这个东亚贸易航运中心的这个形成的过程 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例 这是一个我们这次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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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